没有想过日本吗 刚开始就学说韩日韩日啊 一般会这么很近 而且你也经常去日本去求求什么 我好像不是很喜欢日本 不是那种感觉 比较压抑 不是很喜欢日本的性格 我觉得韩国人性格还蛮 逻辱的 相对于日本 然后我想问一个就是这个 中国男生跟韩国女男生对比的话 你觉得就是外观形象上面的话 中国男生真的会比较穿搭 比较 比较土 可以随便说 不想说的话就不说的配色 你觉得风格不同吧 风格很不一样 就是我觉得好像中国男生 你一看就知道是中国男生 就不是说 不是说长相的问题 风格不一样 韩国男生就比较韩国 就是 就一看就是韩国人 因为我是做一个中国男生 其实我自己也有在国外带过 就其他国家都带过 就给我的感觉就是 中国女生就是在国外的话 明显比男生要受欢迎很多很多 就对中国 然后我在韩国的时候 因为我自己也实话实说 就是在韩国的时候 我也遇到过很多中国男性朋友 这太窄了 就打电话 带我去什么PC吧 然后就是不爱学习 就是可能 可能自己也比较腿 就比较腿肥 就是住住积极的去做一些社交的还是很少的 就中国女生普遍就是对社交 或者是对出来自身的一些修养培养 段念还是比较很清楚的 对中国男生很多大部分人过来 可能就是为了去学一个学工科 或者是获得个文凭之类的 就没有太多想法 就是所以我认识的 你们就是跟韩国女生结婚留 留在韩国基本上很少很少 大部分都是中国女生跟韩国男生结婚的 特别特别多 基本上那比列能达到 9比1种感觉 我觉得中国男生的话 就是穿搭什么一看就是 因为我觉得中国男生好像很喜欢穿那种大logo 或者是 什么 国人的 这讲就要讲唐山去吗 就是一个像鸟一样的那种形容 在身上 就是一看着中国男生 那我就好奇 就是你会喜欢跟那样的男生 就是 短色跟那个 对 就你自己会喜欢 比较喜欢哪种类型的男生 你自己的话都会 选男生的话 还是会希望这个男生对穿搭有一些 关心啊 有一点吧 有一点关心 嗯 就不是说要搞成什么 就是干净整洁 我觉得就是可以了 嗯 但是别搞得太太 真的 我也能跟真的 真的不能接受 大瓶头 什么大瓶头 爱买鞋 然后尽头问我 这三双当中哪一双最好看 大大篮球鞋 那乔丹的篮球鞋 哦 对对对 就是 基本上一看 就是穿这种篮球鞋呢 很多都是中国男生 嗯 我感觉韩国男生好像 并不喜欢穿那种就是 乔丹 或者什么空军一号 这种东西吧 就好 很好看吧 空军要是什么鬼 空军要是什么鬼 我觉得不是那种 什么鞋的一个什么 什么 什么号吗 我觉得 太清楚了 而且中国男生的话 地域性区别还蛮大的 有些区域的话 可能还蛮 就是特别的穿到 就是 我中间再 回去过两年 在韩国一年来的时候 就给我感觉 中国的女生的穿搭 已经走得很轻 就是 可能比韩国女生 还会穿衣服 韩国女生总共 是会穿一些安全的色系 就不会去敢拼 一些颜色 做手势之类的 但是中国女生的话 很多种穿搭 就已经跑到很前面了 就是跟国际很接轨了 要前了 男生好像 因为我也是男生 我个人就看见 好像在十年二十年 没有动过 就是个别的 可能会不一样 就是 可能要找要挑 但是平均水准 就是大家很肯定 不是很care 其实我觉得运动装 也有那种 很fansion的 就是能搭配的很好 所以我感觉 还是每个人审美 就不一样 所以就是 你撇开扎蓝不合 就先撇开扎蓝 韩国男生的服装 穿搭你喜欢吗 我觉得应该 大部分女朋友都喜欢 大部分女朋友都喜欢 喜欢那种干干净这样的穿 舒服 看有整个 发型也好 穿搭也好 日本那种常常的 日本那种什么什么 什么 上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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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日本的男生 就偏漫画风的 我太喜欢那种 韩国就做 很干净的那种 主要是我觉得 日本男生 有的就好宅男的那种 有的就好宅男的那种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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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